大家好,我是阿洛 来来来,那么赶紧开始吧,GoGoGo 好,那么今天这集是来玩一个新的DS改版作品 叫做《漠视录》 那么前几天我给大家玩一个叫做《启示录》的版本 那么这个跟那个是出自于同一批作者 也就是说是共享世界观 那么在故事剧情方面呢 我这里就进来稍微看一下 它跟之前我所演示的版本 到底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联动 那么这一次的故事主角不再是我们的 而那个我之前误以为是主角的小金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原来她的真实身份是赤红 那么在这个版本上 好像我们是以情因的视角出发作为冒险 好,不管了,我们先进来 我是谁,我在哪里 这是我的第一只精灵,玛丽露 天哪,这个版本我们连出属于三家都没得选了 哎呀,我的头好疼,我在做梦吗 可恶,为什么要让我记起那时候的事情 明明再也回不到那时候了 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变成这种处境呢 不许从出生就注定了吧 我别无选择 好,那么在人物的选择上面 我们只能选同一位 从出生起我就作为一名叫做情因的女孩 在命运中随波逐流 好,我们这里缩小 那我们旁边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伙伴 来,过来,过来,过来 我看一下玛丽露力,她的能力 特性的话,大力士,物攻翻倍 好了,不管了,就这样子吧 还紧接着我们下楼 然后我们的爸爸叫住了我 哎呀,情因啊,空屋博士说找你有事情 而此时我们的心中在OS 这是我的爸爸,实际上是我的养父 我的亲生父亲是冠军杜 那么在启示录的时候 杜是这个世界的大反派嘛 所以我是反派的女儿 哦,而且还是私生女 我从出生就被安排被这个男人给抚养 那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爸爸一路走好 你不是我爸爸 走走走走走 我要去找我爸爸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版本它的外出天气 好像都是这种白色雾茫茫的画面感 所以看着其实也是挺不舒服的 至于上方这里的话 则是赤虹现在所在的位置 大木博士也在这 你快点准备一下 他马上就要醒了 而阿翔的妈妈居然还配合大木博士演了这场戏 我是专业的女演员什么的 那么因为杜跟大木的阴谋 所以说现在躺在这里的人其实是赤虹 所以说他不是真正的第二代男主角阿翔 其他房子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探索一下 这里没有人 那我们就直接去找空木博士吧 空木博士说 秦英啊,你去精灵爷爷家一趟 老头最近获得了珍惜精灵的资料 你去把我拿过来 动作要快哦 不然大木博士就要来了 精灵爷爷的家 Way sit 我看一下哦 目前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有一个十等的玛丽露力 那就直接走吧 草丛的话我们也可以顺便看一下 在这个版本它的图件有稍微更新过了 所以听说我们在野外所遇到的怪 好像是一到七代的都有 Oh my god 天啊 这里这一代 直接一个十二等风速狗 来吧 水流喷射 Aquajet 好对面直接一发雷电牙子 把我给秒掉了 这个版本也是很难 12等风速狗加雷电牙子也太过分了吧 我看一下哦 家里不能回血 然后空木博士的研究所里面也是不能回血 GISIS 那么这代表什么 代表我只能在这个地方 永无止境的稍微练一下等级 好我刚刚稍微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训练了一下 然后我也在这附近的草丛稍微探索过了 那么我发现跟启示录不同的是 我以为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向上接到烟墨室 但是它那个道路设计好像改掉了 然后在旁边的草丛这里都可以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怪 我刚刚遇到最特别的应该是一个十等的阿罗拉形态九尾吧 我靠说 随便一说马上就出来了 但是我现在身上没有宝贝球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把它给收服 只能说相当之可惜啊 那么如果你们在这边练等的话 等级就会升得非常的快 好那么我们现在先去触发剧情吧 走 刚刚那个十二等的那个风速狗 看看我的水流喷射能不能把它给撞死 不行 没关系撞两下 对此外我发现由于因为大雾的关系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们发起的攻击 是没有办法命中对方的 让我感到相当的恼火 加油啊我的马蒂露 再一下就好 再一下就好 可恶加油啊 不要不要打不到啊 哎呀我操 这个大雾真的是太烦了 完了完了完了 打不到打不到 完全打不到 终于打到了 但是因为对面特性的关系 啊干直接把我给炸死了 干那这样算我输哦 这不是所谓的平手吗 这大雾的关系一直打不到对方 这让我觉得很不爽啊 这个 然后前期放的第一个路边NPC 就这么难对付 他这个顽皮雷弹 加上刚刚那个随风球 这两者的特性 就会把我的血给消完 即便我打死他也没有用啊 然后你看 阿妈的我这边随便怎么进攻 就是打不到 完了又要挂了 剩17滴血这怎么打 你看这个打下去 就算我这里把它秒掉也不行啊 哎呀又要挂了啦 重新读取存档好了 打到我赢为止 其实由于这个天气的关系 我在思考应该要去抓几只 比方说大太阳啊 或者是下雨 下冰雹 沙宝之类的 一些特性的怪 要不然这气候如果不去改善的话 在战斗中 你看他妈的一直打不到对方 到底有个屁用 然后你看他妈这里 我又被他给炸死了 干他妈的再这样下去 我吃他前面两只经验 只吃到30几等 搞不好都打不过他 看我真的是快被他给气死了 拜托让我命中一下要害吧 命中要害 同样重复的怪我不知道吃几次了 哎呦有机会哦 这次有feel了有feel了啦 哎呦他妈的卡 我卡在这边五分钟 来你滚开 我们继续向前来到了集野市 至于PC里面的乔宜小姐 她不会再收一千元了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要不然感觉我身上的金钱数量 一百九十二元 有点少啊 一千元都付不起 取而代之的是商店里面 我买不到任何球了 连治愈球都买不到了 那怎么办 我要去哪里搞道具 这些东西里面都没有吗 又是来要鞋的吧 自从我送出了第一双跑步鞋 因此天天都有人来要鞋 卖鞋卖的我饭都吃不上了 这是最后一双 呵呵 好谢谢哦 这样有鞋有鞋好办事 可以跑步了 至于这栋房子 什么都没有 上方的话 先过去好了 那么由于我们买不到道具嘛 所以路上看到的宝贝球 尽量都减一减 基本上现在我的等级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发誓这是我免费送出的 最后一个干果盒了 那我们再到上方去 我觉得现在我们也经过一个训练家 我都要稍微 稍微保存一下 因为我被他们给阴了 好对面紧接着现在就是大菊花 哎哇靠种子炸弹 他吵戏的 妈的我的这个急动拳 妈的偏偏就打不到 好终于打到了 跟启示录不一样 他完完全全会把我的耐心啊 其实这个耐心没有关系 他就是那种每次他妈的差一点点 你就可以击倒对方 偏偏这个命中率就是不给力 而以至于我自己 把自己气到血压都升高了 呵 就是打不到对方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这样想办法高级 这可以改善气候的 好我们进到这个房子里面 这个精灵爷爷说 幻之精灵梦幻 没想到还有这种作用 我们走上前说 把资料交出来 我可以考虑放你走 嘿嘿 不可能的 这是我用生命所收集的资料 嘿嘿 然后这里就直接打他 啊资料就在桌上 饶我一命啊 这是一个把我们主角情因 塑造成一个女特工 还是什么女杀手之类的情节吗 我看一下哦 这个资料写 事实上最神奇的精灵 没有人发现过他的真身 事实上我们在梦幻身上 发现了极微恐怖的秘密 那就是梦幻的基因 可以和任何精灵融合 甚至是人类也可以 点点点点点 嗯哦 所以说才有这个第一部 赤红跟梦幻的基因 融合出来这个超梦的这个剧情吗 那么照这样看来 我们应该先回去 跟空木博士稍微对话一下 我们这里返回研究所 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阿翔他已经醒来了 就跟当时 奇事录开场的时候一样 嘿你醒了吗 还记得我是谁 是琴音 你是琴音对不对 啊太好了 你还没有忘记我 等会来找我玩吧 好啊 那么我要先去博士那里了 我们这里心中OS 哎呀 跟以前的阿翔一模一样 可惜这不是真的他 那我们也进来吗 哦由于他现在还在里面 我不能把资料交给空木博士 先回家拿上精灵球 走 回家拿精灵球 具体精灵球在什么地方 哦得到了治愈球 在这里啊 好可怜 居然才那么一颗 一颗治愈球 我只能一发入魂了 但是把它当成大事球一样就对了 至于那个阿翔 他已经他已经离开了 我们进到研究所里面 大木博士说 琴音你东西拿到了吗 哼拿到了 我们把资料交给他 这份资料对我的研究非常重要 那老头人呢 我已经解决了 干得漂亮 此时又两个人走得过来 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 是法同 据他旁边那位是红豆山博士 他们是合众地区 跟卡洛斯地区的博士 那么也就是说 在场有一到六代的博士 大木博士说 你们两个用工费去约会了吧 你们年轻人这是精力旺盛 哎呀被老师看穿了 我让你们在合众 还有卡洛斯寻找人手 到底怎么样了 红豆山说 我带来的透野跟牙医 而至于法同则说 我带来的卡勒姆 还有瑟雷纳 我让他们去执行任务了 大木说 大家打起精神 赶紧对克隆人 作为战争兵器的研究 让石英高原那帮 头脑简单的家伙 看看到底谁 才能够维护 关东帝国的稳定 大家就先去忙吧 然后就直接离开 空木对我们说 你现在立刻去石英高原 这是杜的命令 我们拿到了 秘传机02 还有03 07 这些东西给你 应该会有用 你知道什么东西 给我最有用吗 你先送我几颗大石球吧 拜托 没有大石球 送几颗宝贝球 也可以啊 阿妈的老子 身上一颗治愈球 这这是玩个屁啊 难道我就一只 玛丽陆利 然后又涌闯 那个石英高原呢 哎呀算了 我一身上的这颗球 就先留着吧 我先把冲浪 还有潘瀑布 这个秘传机 让我的玛丽陆利学 学完之后呢 我们走这里 准备前往石英高原 具体是什么任务 我也不清楚 直接走过来看一下好了 之前在这边的山洞 都可以遇到一些 非常高等的怪 难道说这里改掉了 我什么怪都遇不到啊 对了 讲到这个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之前在第一部的时候啊 我其实忽略到了一个剧情 就是这个地方 它后面好像有一个 水无虫的尸体哦 哎 你不是死了吗 这这里是 哎呀 好臭 腐肉的味道 等等 还有呼吸 太阳直受了很严重的伤 只有密钥能够救活它了 湛蓝室应该有麦 这边捡得到穿洞之神 好 我先出来好了 我还要去拿湛蓝室的密钥 去救活它哦 老子偏偏不救 这样会不会太坏了 继续走到前方 完蛋了 这里又有人了 先稍微保存一下吧 哎呀 真的不是很想跟你们这些家伙打 哎呦 哇靠 16等的快龙都有 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个 大物的关系 有的时候我打不到他 但有的时候他打不到我也算是一件好事了 只是很麻烦而已 因为我喜欢速战速决 老子直接一个攀瀑布 哎呦 哇靠 水炮 我的特性是大力士 物攻翻倍 这样子才搞不定对方 马力路力称的是 哎 这边是走这里吧 技能机32 紧接着走下方 不断读取存档 我是觉得不能让我的怪麻痹的 重点是这第一下一定要打到 好 OK 这个建议大家在打之前 尽量也是多多存档吧 不然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话说我玩到现在 好像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目前为止 我所遇到的怪 好像都是 好像都是最终进化型 哎 最后一集 急动拳 轻松的五下搞定 哎呀 但是我现在身上卡了两招密传击啊 哎呀 接下来的招式都没得学了 走走走 这个之后 我下一期开始 我得想想办法 多多增加一下 我身上怪的属性了 哎呀 卧槽这个地方都命 完全无法命中 加油啊 麻地路 再给他一集就好 漂亮 按照这个势头往上打上去 我该不会等一下 就要挑战天王了吧 这个版本应该没有那么短啊 阿罗拉形态的耶诞树 太可爱了 对了 之前在这个地方 我记得是有一个 有一个神兽 吉拉奇的设计 这个地方不晓得有没有改掉 我到下方的房子里面去瞄一下 这里进来的话 果然有一只哎 跟你的话会有反应吗 可以 30等 那我就收服你就好了 再给你一集 哎呦哇靠 直接把我给秒掉了 oh shit 还是说我直接一进去 就直接对他丢球 他这边会不会已经设定好了 百分之百跟我走 去把治愈球 不行 哇操 啊 又挂了 好 我觉得这个地方 那算了 晚一点再来抓好了 我们继续向前出发 但是我发现 我好像已经快要hold不住了 不要闹了 啊啊啊 他这个房殿好难对付 啊又挂了 阿妈的真的很倒霉 算了 老子不玩了 我们今天这集就先到这里吧 我们下一集再来看看 后续的剧情是怎么样的发展 阿妈的 老子又要闭关稍微修炼一下 把我的等级给提升上去了 那这个版本没有球可以买 唯一能捡到的治愈球 又不晓得该丢给谁 哼 我快气死了我 那我再想想办法吧 好的 可以感谢各位siu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谢谢大家